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0日报道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 当地时间30日凌晨 俄莫斯科州中央联邦管区发生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事件 其中一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在鲁渣区被摧毁 俄罗斯国防部也表示 30日凌晨 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莫斯科州鲁渣区上空被拦截并坠毁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俄国防部稍早前还表示 30日凌晨 乌克兰用飞机型无人机对俄定内多个目标实施攻击的企图被挫败 俄国防部解释称 三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布梁斯克州上空 另外一架无人机在奥料尔州上空被防空值班系统击落 此外 俄普斯科夫州州长30日表示 29日夜间普斯科夫机场遭到无人机袭击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该机场航班已暂停运营 至少有两架IL-76军用运输机起火 暂停采订 Up